和尚看到女人分娩竟然动了色性 女人掀开仅存的上衣给婴儿挡羽 露出了光裸的肌肤 法海施法停下了雨水 连忙念着佛经后退 我们以受色界为重 法海是追踪素贞青蛇的妖气而来的 可来了后发现两蛇在帮孕妇挡羽 看到他们两个善心 法海放过了他们 回到金山寺中 他像往常那般入定修行 脑子里却不断闪现那日 村妇生孩子时赤身裸体的画面 冒出了浑身大汗 当他再次睁眼 佛殿变得黯然无光 周围还出现一群圆头长尾的妖怪 你们这群妖孽真不知天高地厚 连福门圣地也敢乱闯 可这群妖怪不仅不怕他 还嘲讽他六根不尽 法海恼羞成怒 几招就把妖怪打得魂飞魄散 可他杀得越多妖怪们却越兴奋 讽刺的声音不停在他耳边回响 已不知何时手中的浮尘变成了利剑 沾满鲜血的手让法海突然惊醒 意识到一切都是色欲引出的魔杖 而这时的佛像掉落荆漆 蒲团燃起烈火 正是佛祖在暗示他犯了色解 于是他再次下山历练去除心魔 不久后 遇到了他之前放生的小青 小青化成了人形 赤身裸体地跳入舞会 和舞姬一起扭动 男人们看得直流口水 正是帮他修炼定力的最好对象 两个美女在浴室嬉洗 其中一人用媚眼勾引眼前的男人 被他姐姐拦到了身后 姐姐的丈夫看到这一幕 尴尬地笑笑转头走了 小青不仅是洗澡 是不避着许仙 还趁许仙睡觉时 用嘴为葡萄给他 许仙本以为是娘子在逗他玩 看到是小青吓呆了 小青却摸上他的脸 笑得花枝乱战的 许仙听得一头雾水 许仙露出坏笑 任由小青慢慢靠到他身上 这时素贞回来了 许仙连忙推开小青 整理好衣服 素贞走进房里后 在许仙床上捡到了小青的扇子 可许仙还装聋作哑 撒谎说不知道从哪来的 聪明的素贞知道发生了什么 是小青想学人类的情感 所以照着他的样子接近许仙 素贞找到小青 两姐妹打开了心结 又常常一起在水池边嬉闹 这天许仙回到家 听到他们的笑声 她寻声前往 却被空中飘着的巨大蛇尾 吓得昏了过去 醒来后 许仙买了二斤熊黄酒 准备制服蛇妖 路上却被来送礼的乡亲们为主 他们都是被素贞救治过的人 没走两步她怀里就堆满了线 手里的熊黄酒仿佛有千军众 许仙回家的步伐愈发艰难 她来到河边喝光酒 然后瘫倒在地 回到家后 素贞哄骗许仙说 姐妹两人在家中学染沙 水池边飘着的其实是绿纱布 许仙哪能被素贞拙劣的演技骗目 她准备上金赶考来逃避这一切 出发前一天是端午节 素贞故意饮夏雄黄酒让丈夫安心 许仙怕妻子喝多了会献出原形 偷偷把酒倒入水中 没想到榨出了正在水下游玩的小青 青蛇甩着蛇尾乱窜 许仙吓得当场断气 两姐妹只能去昆仑山偷灵芝救人 却被伐海发现 素贞拿到灵芝赶回去救许仙 留下小青对付难缠的伐海 小青看伐海英俊阳刚 动了要和她亲近的心思 抱着伐海的腿撒娇 为了破除自己对色欲的心魔 伐海留下了小青 你以为小青玩的是自己的尾巴吗 水中女人抱着蛇尾放肆大笑 端坐在一旁的河上面色潮红 汗水潺潺 因为小青正抱着伐海的真身 而一雄一词两条蛇尾缠着一起 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据说伐海是大蟒蛇精化身 所以有条巨大的黑色蛇尾 伐海在旁顾坐镇定紧闭双眼 却被沸腾的池水暴露了内心 小青来到伐海身前听她的心跳 心跳得这么快 你输给我了 恼羞成怒的伐海要受了轻舌 小青趁她不被赶紧逃走 你这妖精我一定会降服你的 她回到家和姐姐炫耀 自己搞定了那个法力高强的和尚 她兴奋极了 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姐姐强 小青爬上许仙的床 两人纠缠的一幕正好被素贞看到 两姐妹刀剑相向 小青倒行不够败下阵来 素贞也放下剑没有为难她 让小青赶紧离开 自己已经怀了身孕 不能再留她在身边了 小青看着素贞的眼泪 好奇之下想跟着学 但不管怎么尝试 却都无法做到 因为此时的她依然只是个妖 而素贞已经变成真正的人了 而输给了小青的伐海 恼羞成怒之下竟然找到许仙 告诉她如果不想死 就拿着自己的佛珠去降服家里的蛇精 许仙连连答应 然后转身就把佛祖扔进了河里 被欺骗的伐海再一次找上门 把许仙带到金山寺 以脱离苦海的名义强行逼她出家 为了救出许仙 素贞和小青联手 施法水曼金山寺 想要逼伐海放人 雕虫小祭竟敢斑门弄服 随着一声大威天龙大罗法咒 只见伐海飞山而起 竟然把金山寺用浮尘卷到了空中 然后祭出袈裁 想要降服两条蛇精 不过素贞毕竟修行千年 他不慎动地抬起 大水瞬间失去控制 冲向无辜的百姓 造成了无数伤亡 而素贞也跌了下去 并在水中产下翼子 法海不忍再对他们下杀手 他真的修炼成人了 趁他心神不定 小青连忙进到金山寺想要救出许仙 但此时的许仙却已经主动选择出家 他以为这样可以救下素贞和小青 却没想到为了救他素贞愿意付出生命 小青第一次流下眼泪 这是他明白了作为人的心痛的感觉 等小青出去的时候 素贞已经坚持不住被雷锋塔压到水底 法海在危急时刻只救出了孩子 小青怎样都找不到素贞 我帮你找到许仙了 姐姐 你回来呀 小青一脸冷漠地杀了许仙 你应该跟姐姐在一起 法海见小青杀人 做事要收了他 一低头却发现遍地是因自己而死的人 他自己也罪孽不浅 小青想到他和姐姐 为了寻得人间真情尽到如此结果 我到人世来 被世人所恶 你们说人间有情 但是情为何物 说完便要走 法海脱口而出 小青 这是法海第一次叫青蛇昵称 而青蛇已回到紫竹林 远离人世 或许在最后法海也误了情爱 他明白了人世并非只有善恶之分 他自己也在情感和欲望的影响下 做了伤害金山四僧人和百姓的事 但一切为时已晚 当小青和法海明白情爱时 他们都已不再为世人所恶 其实在这之前只是一念之缘 懵懂的小青就记住了法海 哎 那紫竹林的和尚也不错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